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更希望是它颜色有互相 互相能够搭配 很可惜它没有这项功能 另外一套软体有 花钱的软体有 叫Table 来 请新增一张新的报告 叫好坏客户分析 请问一下我们的客户 你需不希望 因为我们刚刚介绍的东西 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我们来看趋势 对不对 它有逐渐的增加 哪些有增加都分别告诉我们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客户的订单资料 那哪些客户是好的客户 哪些客户是不好的客户 我们需不希望机器帮我们选出来 可以吗 当然希望啊 举例说有一个广告 它说我的黄豆 我的黄豆是机器选的 然后选出来做成豆浆给你喝 有听懂吗 不是人在那边选 为什么 为什么需要选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好的好的黄豆选出来 去做好的豆浆 对吧 我们可不可以用人工去选 可以啊 可以吧 好 那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去思考一件事 现在那个从国外回国的人 我们是不是不再一一去量测每个人的体温 对不对 是不是都机器帮我们去量测 好 那问题是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客户 你怎么知道谁是好的客户 谁是不好的客户 对吧 这都是大数据分析 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事情 可以了解哦 请问统计 统计能不能帮我们去选出 这个客户是好客户 还是这个客户是不好的客户 好像我们不再讨论这件事 这是统计 统计没办法讨论 大数据可以 好 那首先我想问你一下 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客户 所以我现在教你卡片 来 第一件事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请麻烦点这个卡片 卡片 在第四排的第四个卡片 第四排第四排 请问一下我想知道总共有多少客户 对不对 所以客户这边是不是用客户名称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是不是要勾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呢 这边是不是看到栏位 好 请把这个栏位 请问有看到吗 计算次数 有没有看到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 对 计算次数 大陆人翻译翻译的它叫计数 计算次数简称计数 计算次数有看到吗 这个往下的三角形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计数 就是计算次数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切换 然后得到的答案是多少 十个千 意思就是说 我在里面总共有几笔记录啊 有几笔客户名称记录 一万笔 可以吗 有没有谁没有计数 都有 都有 好 请问一下 我不是要算总共有几笔记录 对不对 我应该是要去算我有多少个客户别 就是假设王小明 王小明出现了五十次 我也只算一次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相计计数 所以请把客户名称的计数改成什么 相计计数 所以我们总共有多少个客户 七百七十一个客户 请问算完了吗 总共有七百七十一个客户 七百七十一个客户 那到底多少是好客户 多少是不好客户 对不对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请各位学会 可是呢 可是当我们教分群 当我们在教分群 机器自动帮你做分群 三个步骤就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 你不懂它到底分得好 还是分得不好 所以我只能慢慢教 有听懂吗 自动分群 三个动作就做完了 自动分群 什么叫自动分群 我可以把好的客户分在一起 不好的客户分在一起 这就叫自动分群 有听懂吗 举例来说 假设我是一个小和科医生 我现在拿了一套 判断系统 判断什么 这个小朋友进来 他是流行性感冒 还是C型冠状病毒 还是一般性感冒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觉得这个系统好不好 这个系统重要不重要 重要 流感要做快筛 对不对 C型冠状病毒 要隔离14天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 那一般感冒 你要不要上班 要 一般感冒 感冒 感冒你就不去上班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好 你要请病假 可是 我这边要是有这样子一个机器 可以帮我们探断一下 这个人是谁 他需不需要去 他如果说 他是哪一种类型 然后去做 需不需要做快筛 然后需不需要去做隔离14天 你觉得 如果这个系统很精确 是不是 对医生 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可以了解吗 这套系统重要吗 对谁很重要 对 尤其是那种 就是 新 新手 新手 医生 医生 很重要 还有对 小儿科的医师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小朋友 根本就不会讲话 可以了解吗 他只会说 他不会 他只会哭 表达他的 那个 现在不舒服 对吧 所以 如果说有更多 更多的一个 判断性 是不是 对他来说 是更好的 好了 那我们有771个客户 我们现在要去做 好坏客户的判断 那 我们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没有这么多资料 你要怎么判断 他到底 谁是好客户 谁是不好客户 我们是不是拿 就是客户跟我们公司的往来 记录 来去做分类 来去做分群 可以了解吗 所以 客户跟我们公司 跟我们公司往来的情形 有 有什么 销售额 有看到吗 销售额 这就是一种关系 利润 是不是也是一种关系 数量 数量是不是也是一种关系 可以吗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 密 那个时间密度 是不是也是一个关系 可以吗 这个叫做RMF 如果你去分析顾客关系管理 RMF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 跟我们公司的消费的金额高不高 消费越高 代表这个客户 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越好 对吧 好 密度 就是 在一段的时间之内 他跟我们购买 例如说10次 跟 有一种客户 只跟我们买了一次 例如说一年买10次 的客户关系是比较密切 一年只买一次 是不是比较疏远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那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就拿销售量跟利润来去观看 销售量跟利润我们来去观看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相关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是画散布图 比较方便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你不要改到 改到这一个 第二件事情 麻烦点散布图 散布图 散布图 它要一个 它要一个详细资料 两个数值资料 这个X轴跟Y轴都是值 也就是都要放数值 所以接下来请先勾什么 第一个你勾的是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请问总共这边有多少个点 这边有多少个点 771个 对吧 都描绘在同一个点上 那一个点知道吗 那一个点 既然是坐标轴 所以它一定描绘在00坐标轴上 可以了解吗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勾销售额 第一个数值 请先勾销售额 它会自动放在X轴 X轴 第二个数值是什么 利润 可以吗 所以是不是画出来这一张图 好 请问 这张图 这张图 你看得懂它的关系吗 看不懂吧 我们通常要将趋势线 你就看得懂了 首先 首先 我先不讲趋势线 我先讲辅助线 请问一下 对于销售额来说 它一定是大于0 对不对 销售额一定都知道 我们卖东西给别人 销售额 有没有可能复数 不可能 对吧 好 那 那 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辅助线呢 是不是应该用一个平均销售额 会比较适合 平均销售额 平均销售额 怎么样产生平均销售额呢 好 因为 你现在要去划分客户 我们的目标 是不是要分析出来 好客户跟坏特户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划分客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一条 销售额的辅助线 所以请点选这边 分析 分析 然后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平均线 平均线 请点加入 这一条平均线是什么呢 就是销售额平均线 你可以看这边 量值是不是销售额 平均线在这边 请问一下 这条平均线的右边 是好客户还是不好的客户 我觉得这个销售平均线 只能说这是大客户 小客户 不能说它是好客户 或不好客户的分别 对吧 好 我觉得只能说大小客户 好 可是至少我们这边 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些分类 右边的是大的客户 左边是小的客户 以销售额可以做 只能做到这边 那请问一下 利润 利润 利润有没有小于零的 有 一定有 一定有 可以吗 请问 请问 医生开刀 一定都是 赚钱吗 就是每一个个案都是赚钱吗 那万一开错刀 它是不是叫亏钱 你听懂吗 销售也是这样 利润也是这样 有没有可能 它为了 为了 就是只剩下一点点 干脆把仓库里面清掉 可以了解 所以可能会有 利润 小于零的 那请问你 你觉得我们要用辅助线 应该设到 Y值的辅助线 应该设多少来去做划分 是不是零 零以上代表什么 有利润 零以下代表 没有利润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用这个 分析 来再点一下分析 Y值 Y轴的长柱线 请点加入 加入的值呢 请设为零 预设就是零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请问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有四 四个区域 两 两 一 三 四 像 对不对 那在数学里面 这个 这个区域叫做 第一像线 第一像线 可以吗 这个叫第二像线 第三像线 第四像线 请问 请问一下 第一像线是好客户还是不好客户 第一像线是什么 大的好客户 可以吗 第二像线是 小的好客户 第三像线 是小的不好的客户 第四像线是 大的不好的客户 所以第四像线 假设 假设当我们今天有新产品开发的时候 新产品发表的时候 你要不要寄给第三第四像线的客户 千万别寄给他们 邀请函 可以吗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对吧 你是不是有新产品开发的时候呢 是不是希望接到一大堆的客户 当然不是啊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我想要再画另外一条线 请问你觉得这个客户好不好 你觉得这个客户好不好 虽然他是有利润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销售额其实很高 可是他利润其实很低 有看到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我们再画另外一条线 叫做趋势线 我们来看这家公司的经营法则 来 分析 趋势线 加入 有没有看到这条斜线 这条斜线是什么意思 这条斜线是什么意思 公司的经营法则 黄金法则 可以了解吗 这家公司的黄金法则是 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对不对 有看懂吗 为什么是呈现 左下到右上 也就是 当销售额越高的时候呢 他这个客户带给我们的利润 会越多 才会画出这条线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 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 我们应该想办法增加的是什么 是增加他的什么 销售额还是利润 利润 因为他利润应该到这边 结果他没有到这边 可以吗 请问你觉得他是好客户还是不好客户 不好客户 非常差的客户 那请问一下 这个呢 是不是不好客户 有看到 在这条线 以上的都是好客户 在这条线 以下的 其实都是不好客户 对不对 对 对 我真的不骗你 这边只是 到时候 不管你是来自于什么国家安全 什么单位 你只是换你的资料 可是 你 一定要做这些分析 有听懂吗 绝对来说 我们的 世界各国 韩班 物典分析 那你一堆资料 直接洒进去 那你就去看 你就可以去看 请问一下 这条趋势线 知不知道它是叫黄金法则 可以理解这条线的重要性吗 当今天 当今天 我们 例如说 超市 超市几乎黄金法则 都是这样子的 他为了要提高他的利润 他都是用一招 鼓励你买第二剑 所以他才会有第二剑打六折 有听懂吗 为什么 因为 你销售 销售的越高 利润越多 好 欢迎你来我们阳明大学研究所 我们硕一 硕一 硕一的考试题目 老师就要求我们 就是会算RSS 然后趋势线公式全部都算出来 而且还不能带计算机 全部手写 博士班的资格考试 第一题 就是这一题 所以他按照这个做 他就算出来趋势的 可是我跟你讲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在教大数据分析 这个趋势线是统计的概念 所以 你可以回去再Google一下 什么叫趋势线 趋势线怎么算 可以吗 这个要到硕班 博班 你再去聊 可是趋势线 在这个地方 我有没有请你算 没有 我只请你点 加入 他就算出来了 各位懂不懂趋势线 我相信 我只要出一个考试题目 我们全部都不懂 可是我们不是要你懂 我不是要你懂 什么 RSS LSS 是什么 我要你懂的是 这一条叫黄金法则 看得懂吗 趋势线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是正比的关系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 销售额越高 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看得懂吧 你只要看得懂 这句话就好了 其他 他的原理 那就请你去学统计 了解吗 因为我要教你的是 下面这件事 机器学习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是好客户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销售额 是利润 是利润很高 对不对 利润应该在这边 结果他在这个地方 不是销售额 是讲利润 请问这个点 这家公司 是好客户 对不对 为什么 利润很高 有听懂吗 请问这是好客户 还是不好客户 不好客户 为什么 利润差太多了 知道吗 可以听得懂 当然你们 不想做老板 没有关系 不用懂这一块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要先有商业智慧 你在商业智慧上面 知道了这些事情 我们能不能转移到 政治智慧 你要是有政治智慧 你还可以去选总统 可以了解吗 这是很重要的事 就是因为商业智慧成功了 所以我们讲BI 希望再透过大数据分析 产生出AI 这样了解 这里面包含 看你要用分析什么资料 它就是那个智慧要跑出来 好 继续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条趋势线以上都是好的客户 这条趋势线以上都是不好的客户 对不对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所以对于这家公司来说 如果他有新产品要开发 他就应该要去找 找什么 找这些 这些 在趋势线以上这些人来 做什么 来去参观 或者选购 公司的新产品 如果你找这些人来 那不就是在让大家都知道说 这些人都是要退货的 听懂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那种好的客户名单产生出来 然后对他们做新产品的邀请 这样是不是会得到更多的产品的销售 创造公司更多的利润 可以吗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讲 自动奔群 自动奔群只有几个动作 三个动作 三个动作 好 请问 请问一号的学长 第一件事情点什么 我现在要做自动奔群 第一件事情要点什么 第一件事情要点什么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点点点 对吧 点点点是什么意思 更多 对不对 你已经没有 像这张图没有那个四个 什么向下 向上分析的 为什么没有 你知道吗 它没有阶层 它没有阶层 我用的是连续性的资料吗 不是 它就没有四个 好 只剩下什么功能 筛选功能 或者是 去看那个报表的功能 还有更多 可以吗 请问第一件事情点它 有没有问题 你只有三个选择 不然你还要点什么 没有地方可以点了 是不是第一件事情点它 好 第二件事情点什么 一号学长 现在我们要点什么 自动寻找冲击 第三个动作呢 最后一个动作 要点什么 确定 确定吗 点下去 真的就是点确定 我们把一切都交给机器吧 你知道背后有很多机器学习 这边用的是 K means 好 请问它现在自动分群 分几群 几种颜色就几群吗 对不对 因为你分得四群 对不对 他分成六群喔 有看到六群喔 好 你觉得 你觉得 它把这些 它把这些 分在一起 他把这些分在一起 它把这些分在一起 它把这些分在一起 对不对 他把这些分在一起 他把这些分在一起 好 你觉得他在分 他也不知道我要分什么 对不对 他不知道我要分什么 要分好坏客户 这是我说的 对不对 你觉得他分好坏客户 分得好不好 你觉得他分好坏客户 分得好还是不好 你是拿什么来比 趋势线 趋势线 你真的 你真的 这边就算是不好的客户吗 这不能算不好的客户吧 这个趋势线 我刚刚说 这个以上 这个以上 但是 这边都还是有获利啊 这边都还是有获利 你就说 有获利的都是不好的客户 趋势线的分法 也未必是非常好的分法哦 请问一下 他有没有把这个零以下 跟零以上分开 这边是不是一群 不好的客户 这边是不是一群好的客户 他有没有在零这一条线上面 是不是把客户分开了 看得出来吗 再来 再来 你知道为什么 他要往上提高 这边变成不好的客户吗 那是因为消费 这个销售额太高了 高到你要花好多好多力气 你才能够得到 可是你又还是没办法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个地方 有在这边切开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这都是自动分群分出来的 好 我现在想要再问你一下 你觉得他分得好 还是分得不好 你觉得自动分群 他分得好 还是分得不好 我要告诉你 他的分群方式 目前我看到是最好的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自动分群 分群在机器学习里面是半间都市 半间都市 的机器学习方式 什么叫半间都市 我们人必须要指定 他要分几群 我们人要指定 他要分 分两群 还是分三群 还是分四群 还是分五群 还是分六群 结果他现在呢 他就决定出 他分六群 是最好的一个分群 请问一下 有没有把 你这边是不是可以从中看到 这一群 是不好的客户 没问题吧 对不对 请问这一群黑色的 是不是都是不好的客户 对 请问蓝色的这一群 是不好的客户 对不对 对吧 我们刚刚讲趋势线 就在讲这件事啊 这边消费 消费 消受额太高了 我们这边应该 应该是要成长 有看到吗 现在都是另外一群 有看到吗 你可以不可以理解 分群 现在 现在他做分群 他分的 不管你是用这两条线 的分群 还有这条趋势线 这个自动分群做的真的都是比他这前面两种来得好的 可以理解吗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啊 因为 因为 信不信 就是有很多人就说 不 我就是不相信机器 请问黄豆 挑出来做成的 豆浆 就是好豆浆 对吗 不一定 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质疑啊 有听懂吗 那总比 总比没挑 就直接上去做来得好吧 对吧 对 好了 那我先要告诉你 我先要告诉你 什么叫做取消 什么叫做取消 就是我已经做过 我已经做过自动分群 对不对 怎么样取消自动分群 在这里 在这里 来麻烦请点 蓝位 蓝位 这边 涂利 涂利 它就是把它分 分群组 分群组 好 请把涂利 这个客户名称重集关掉 怎么关 就是点这个叉叉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就没有分群 那怎么样再分回来 六群 那就请你把这个 客户名称重集 翻过来 翻到图利里面 是不是又分成六群了 直接把客户名称 拖替回来 拖替回来到图利 好 然后接下来 好了吗 接下来请把图利 图利里面的 这个客户名称重集关掉 好 请问一下 半间都 我要告诉各位 分群是半间都市 一定要透过人工指定 分几群 好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针对感冒 是不是要分成三群 对不对 一般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 还有 C型冠状病毒 肺炎 可以了解吗 那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要人工来去指定 这三种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拿到 是这样子的资料 我们来去分两群 分两群 怎么分 第一是不是点选 右上角的点点点 第二 自动寻找重集 第三 第三 这边有看到重集数目吗 重集数目麻烦请 手动输入 二 这就是半间都市 半间都市 好 来 最后点选什么 确定 半间都市 简单说就是你要人工加入进去了 请问一下 他在分什么 请问他在分什么 看不懂了吧 我也看不懂他在分什么 可是他分成两群 他用的是什么 距离 距离公式 欧基 你得距离公式 国中数学 忘了就算了 假设这边有一个圆星 这边有一个圆星 一群就会有一个圆星 可以吗 他是用这种概念 用距离远近 例如说 这个点 距离这个圆星 跟这个点距离这个圆星 当然距离这个圆星比较近 所以他就归类在这一群 他是用距离 距离公式 来去做判断 距离公式 不知道也无所谓 就是那个 必识定理 必识定理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来去看一下 他分两群 他分两群分得不好 对不对 我们是想要看 分好会客户 分两群分得不好 那他是不是 我所谓的自动分群 是不是要分三群 所以呢 所以他这边 他又拿跌 然后接下来又在手动 做点更多 然后自动寻找重极 然后重极树木设三 然后点选 确定 你看他分成三群 还是分不好啊 然后他就在做四群分群 五群分群 六群分群 他觉得六群分群 他觉得 他觉得六群分群分得好 对不对 请问他会不会做七群分群 当然会啊 因为他都要做过 他刚不是一直在那边算 一直在那边算 就了解哦 然后再做八群分群 九群分群 十群分群 一直做 做到最后 他觉得六群分群是最好的 好我再把它搬回来图例 这是他认为做最好的分群 就是六群 所以你说自动分群厉不厉害 至少 至少 我终于碰到有一项 这是微软公司 在这边 我觉得他做得很棒的一件事 有听懂吗 自动分群哦 光是那个机器学习 我们分半监督室 跟监督室 半监督室 就人工一定要加进去 所以你刚是不是要做两群 请问 你应该会判断吧 两群 有没有把客户 好客户跟坏客户分开 没有 三群 也没有 有听懂吗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结果 两群 三群 四群 五群 六群 七群 不过目前这种分群写的最好是在台大 台大那位教授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好 这是台湾的骄傲 分群 是早年三四十年前 职工都在拼命的做这些演算法 真的 真的 我只是 请问六群 有没有分得比刚刚两群好 好坏客户分析 六群有没有分得比刚刚两群的好 有吧 对不对 三群有 三群跟六群的比较 六群有没有分得比三群来的好 有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接下来 我只能现在教你 我想要把 这些客户 跟这些客户 挑掉 有听懂吗 这些是我不要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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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怎么样把那个 这个我不要的客户 通通拿掉 请问 这是哪一群 这是不是重极二 这个是什么 重极六 可以吗 有看得懂 请问怎么把重极二跟重极六 拿掉 这边 空白地方点一下 空白地方点一下 做 交叉分析筛选器 算了 他坐在这边 好吧 反正我们左边还有很大空间 好 接下来请把六 这个客户名称六 客户名称重极 第一次做的重极放进去 请勾 重极一 重极二 对不起 重极二不要 我要重极一 我要哪些呢 我要 我不要重极二 也不要重极六 所以就重极一 重极三 重极四 重极五 可以吗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些 这些是我要的客户 就是当个新产品发表 我要去通知的客户 只有这四 而且呢 而且他会带给我们公司的利润 销售跟利润都是正相关的 而且是已经扣掉那些 所以他这个协力会更往上 好 那你 需不希望 得到这个名单 当然希望啊 这绝对是希望的 对吧 我现在要教你 名单的汇出 我只要 我只要这些好客户 我不要那些不好的客户 对吧 我们来看看不好的客户 请问一下 我要汇出资料 你觉得现在我要怎么做 对 三个点 你没有别的选择啊 对不对 对 就在这边三个点 然后汇出资料 可以了解吗 然后他会给你什么 CSV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 那些客户 好 我就不做这个汇出给你们参考了 记住啊 你下载下来那些档案 一定都放在下载里 这边产生出来的 也可以选择放在 那个文件或是下载里面 都可以 好 所以记得 记得这个 右上角这个点点点 其实蛮好用的 好了 请问一下 自动分群 能不能做第二次分群 不行 在这边你看点点点 这边他就没有再做自动重极的选择 好 请问 以上我已经讲完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结合机器学习吗 那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走到AI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客户 如果这个客户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条趋势线 如果这个客户呢 他本来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如果他的销售额 销售额 他掉 掉了 销售额掉是往左边跑 如果这个客户从这边跑到左边 跑到左边 相对的很可能 他的利润是会下降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 假设说 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 他历年来跟我们的销售关系 是不是这样 可是 如果说 他今天 他的销售额下降 销售额下降 很可能 请问 利润是不是也要跟着下降 销售额下降 是不是往左边跑 利润下降 是不是往下跑 有听懂吗 因为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会这样推 因为公司的 公司的策略 公司的策略就是 销售额跟利润 是成正向关系 这样了解吗 就是 当今天这个客户 他的销售额跟我们公司 下降的时候 那么 他的利润一定下降 他就会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这边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 那个 AI人工智慧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 在透过把资料 输入进去 然后判断这个客户 他可能变成不好的客户 的可能性 好 那怎么观看 你可以从销售额减少 这件事 来去看到 没错